台风开米带来了 强风豪雨在沿岸也升起了大浪 有一艘悬挂着印尼国际的水泥船 深夜不明原因的被大浪推起到了 屏东方辽和方山交界处的海岸边搁浅 而根据了船舶动态显示 这个船在昨天的半夜十点半之后 不明原因开始朝着岸边移动 之后在今天凌晨的12点50分 就搁浅在海岸边 而自省道台线上都会很清楚地看到 这艘的搁浅货轮 目前船上的情况还就是不明朗的情形